大家都知道我最近經常上深圳 身邊有不少朋友問我除了深圳做Body Check之外 有沒有試過一些醫療的專科服務呢? 因為最近身邊有家人,特別是長者 因為傷風感冒之後,發覺聽力上開始就差了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深圳有一間專門提供 以備喉專科的醫療中心 價錢好像比香港便宜 評價也好像不錯 所以今天我就特地陪我Auntie上來看看和了解一下 Let's go! 影片正式開始之前 麻煩大家幫忙按下個Like 推一下流量 最好幫忙留言和分享 最後記得看幕後花絮吧 這個醫療中心的位置在福田崗下北附近 很方便,所以交通最後才介紹 Hello 請問今天有沒有二月? 有,我們已經二月了 那你測試一下你的證據 好 要回家吃? 是嗎? 好 我們今天二月的是賈主任 好 我幫你登記 好 Auntie一早做了預約 所以很快就有人接待 之後做個簡單登記 不用一分鐘已經可以安排見醫生了 初步看過登記大堂 覺得這裡環境都很乾淨舒適 接待的時候都是一對一的服務 接待處旁邊已經有一個休息區 陪伴過來看證的親友都可以在這裡等候 這裡可以泡水,也有咖啡喝 另外旁邊其實有一個小朋友休息區 就算帶了小朋友來,也不怕他們會悶 我們第一次來看診是有一個價格告知 我幫你介紹一下 好 醫生的診費是$380 然後檢查費大概是$200至$600 今天要做哪些檢查呢? 是要等你看完診後醫生來決定的 我們是看完之後才一起付錢的 你知曉的話我們可以在這裡簽個字 好 好 姑娘一開始都很清楚地解釋了整個收費模式 以及不同項目的收費 感覺上透明度都是高的 許女士,我們第一次來可以關注微信公眾號 到時說明你的訊息 我們很好奇可以查到電子報告 好 你可以微信所一手關注 報告等三至四天就會有 那就上回微信小程序 搜尋人樹眼耳鼻喉就可以看到了 非常方便 她們也有針對長者的無障礙WhatsApp溝通 方便香港的朋友做預約和查詢 我是今天提針護士,帶您過去兩次提針 好的好的 謝謝 接著就有姑娘帶我們去做了一些簡單的測試 例如血壓體溫、心跳、還有血氧 看看有沒有遺傳病或者其他疾病等等 血壓可能還是有一點高 所以你們等下看完整個小朋友再過來復測一下 血壓高 是否知道我今天陪你拍攝有些朋友 不是緊張 平時我四天早上就起床就立即洗澡 一四幾 坐一會 這裡環境挺舒服的 今天我身負重任 要帶Auntie過來看專科 我當然要上網做一下功課 這間人樹眼耳鼻喉科 是三甲級數的醫院 網上也有說 如果以耳鼻喉專科來計算 這間是深圳少數有三甲同類型的專科 另外他們醫生的資歷也非常高 而且交通就近 在香港過來也很方便 而我們今次看那位就是賈昌海醫師 據我所知 其實有一些還是公立醫院的醫生 他們叫做多點執業 即是同時也會在這裡執業 其實在這裡來說 就會有一個信心 因為本身是在公立醫院 執業 到了 好,我們 好,可以見醫生了 不是等了很久 姑娘就叫我們 然後帶我們去耳鼻喉專科那邊去見醫生 醫生你好 其實雖然賈醫生是講普通話 但其實他是聽得懂廣東話的 我們中間有講廣東話 他也聽得懂 所以病人講廣東話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不過如果有需要 這裡也會有翻譯人員 看看這裡的設備也算是先進的 另外你看一下醫生檢查的時候 其實他兩邊都有螢光幕 方便醫生和病人同時間看耳朵哥的情況 這樣也很幸運 雖然Auntie最近聽話有點不清楚 但醫生就確認耳朵的機能基本上沒有大問題 可能還是有少許老年退化的情況 之後醫生就叫姑娘帶我們去做一些耳力的測試 那好了 我們接著就去做一個聽力測試 初過做了第一步就說 最重要是耳膜那些沒有大問題 好 看看我聽力那方面 醫生就說年紀始終大了 無論是耳朵生理的結構 或者是神經系統都可能會有退化的情況 就會影響了聽覺的質量 接著就轉位了 我幫你看著這個袋 這裡就是其中一個做聽力測試的地方 Auntie戴上了這個耳機之後 裡面就會有不同強弱聲線的聲音 Auntie聽到的話就按鈕 其實原理就非常簡單 它裡面有什麼聲音 裡面有十幾種聲音 有些很小聲 有些根本都聽不懂 好像聽不到 但都聽到 它就是要你聽不到 試一下你的極限 但都聽到的 我聽到十幾種聲音 我完全聽不到 一關門就耳鳴了 因為它只是靜了 是的 這樣挺好的 我都不敢出聲 我希望待會可以介紹多些朋友過來 都真的算幸運 因為Auntie的耳朵真的沒什麼大礙 不過姑娘都很細心地跟我們交代一下 如果將來有需要要帶助聽器的話 他們這裡可以提供什麼服務 他們這裡有幾款不同的助聽器 價錢就封劍尤人 幾千元到幾萬元都有 價錢就應該比香港購買的會便宜些 這裡還會有800折 不過這裡有個賣點 就是它提供一個四年的聽力管理 簡單來說就是這四年裡面 如果配戴助聽器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上來做調教或者跟進 如果下次Auntie真的需要再配助聽器 那我就會再帶她上來 因為需要親自試戴 好了 終於看完了 其實都很幸運 都沒什麼大問題 主要是 至少都是年紀 年紀大 都是有些聽力 有些下降問題 就不太大 就不需要用助聽器 不用的 剛才就得了支支 這裡真的有這些醫生 又快 不錯的 都不是等了很久 不是等了很久 姑娘都幾個禮貌 都照顧得你很好 我都挺愛心 這個姑娘都挺好 看完都很划算 買單都是八塊水 是啊 如果在香港不知道 江南醫院又要排隊 至少要二三千元 五三千元 是啊 錢一件事 還要排隊 是啊 所以我這次查了出來 沒什麼大問題 你都放心 是啊 接下來的朋友 就可以說聲 你這次有信心 可以介紹一些朋友 叫朋友過來 叫朋友過來 有信心 有信心 節省錢 節省時間 是啊 我幾個女友 聽來都是很差 這些年紀差不多 這個時候 我就八卦一下 研究一下這裡的環境 很多時候這些診所 都有很多塊這樣的牌 看到我們眼花遼暖 我就做過資料搜集 知道人數這裡雖然是私家診所 但與政府的關係都很密切 例如他們是普通外科醫療體成員單位 即是他們與政府醫療系統合作 包括有深圳市人民醫院 和中山大學附屬第八醫院 如果他們有些個案是等得很久的話 都會轉介在這裡處理 某程度上都證明了這裡的醫療水平 那麼它這裡的走廊範圍 我們都可以隨意地走 比我感覺都是透明度挺高的 聽說他們一直在擴張他們的服務 例如乳腺外科 甲狀腺外科 都是他們的診症範圍 國際日間手術中心 即是說這裡可以做到 你早上來做手術 下午就可以離開 那就不用過夜了 在安排時間方面就會方便很多了 這裡就有個手術室 例如扁圖線的手術都可以在這裡進行 我又八卦參觀一下他們的病房 這裡住院的話大概是2000元一萬左右 大家看到的環境都是舒適妥當乾淨的 另外它的洗手間在房間旁邊 都算是很方便 另外這裡也有一個照CBCT服務 聽他們解釋 他們說這裡照一張CBCT的輻射量 只是等於坐一個小時飛機 另外因為這裡都會看眼睛的疾病 順理成章這裡都會有艷眼和配眼鏡的服務 也都會有眼睛繳視鏡片的產品 如果大家過開來都可以考慮一下在這一邊 艷眼或者配眼鏡的 支付方法方面 微信支付寶這些就是基本的東西 另外也可以用信用卡支付 非常方便 大家不需要擔心 我看到資料 香港保險在這裡都會用的 但詳細資料就要向醫院查詢 這裡都有她自己的藥房 有需要就可以直接在這裡拿藥回家 話說我陪阿姨去看報告的時候 發現這裡有些呼吸機的介紹 其實我也很八卦想知道 我現在試試問他們有沒有人介紹一下 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我們人宿這邊呼吸機的特點和優勢 在我們人宿賣有四款呼吸機 這個是國產這款 還有這兩款是合資進口的 還有這款相對市面上最好的三水平的呼吸機 我簡單和你介紹一下單水平和雙水平 單水平的呼吸機只有維持一個壓力的水平 讓你輸送的壓力和養分 雙水平呢 呼吸和吸氣的時候都有不同的水平 舒適程度會更高些 市面上所有的那些患症的患者 都是用雙水平的多些 有些人會選擇我要舒適些 或者智能些 三水平會更好 三水平的呼吸機 無論是壓力和各方面都相對比較智能些 我們在人宿這邊 我們不單單是賣呼吸機 我們會幫患者提供陣送三年的看症的管理 包括醫生的省肺 還有你呼吸的檢查 還有你邀約你過來福鎮館 相對的一系列的檢查 可以給你介紹一下 我們呼吸機有很多有面罩有鼻罩 我們常規這裡 目前因為空間的問題 就展示這兩款鼻罩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面罩 會遮住口和鼻 這兩款只遮住鼻 這個面罩定時都要更換 每個階段 如果有些人需要不同的面罩 我們也會及時功力更換 有些患者不適合呼吸機 我們有口腔的治安器 口腔治安器的原理和呼吸機 其實有一點不同 我主要配戴口腔 相當於我幫助你增加煙口的通道 這個也是對於看症 不適合呼吸機 都有很大的作用 只是戴這個也行嗎 對呀 只是戴這個也行 沒問題 有些人打看症很大聲 鼻寒聲很大聲 有些人不適合呼吸機 他戴這個效果也非常之好 希望呼吸機這方面的資訊 都能幫到大家 其實裡面也算是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如果有問題的話 記得留言問我們 這次一場上到來 我都幫我的觀眾爭取一下優惠 現在人數正在針對睡眠和聽力的測試 睡眠呼吸阻塞打寒西茶 包括避鏡和喉鏡 原價1472元 粉絲專屬價480元 還送呼吸機驗配示帶 另外耳科高清內鏡西茶 包括耳聲發射 原價1136元 粉絲專屬價480元 還送助聽器驗配示帶 觀眾朋友可以用差不多三折的價錢 就可以做到測試了 還有東西送 我將詳情放在下面info box 大家記住用優惠碼去登記 如果掃KL Code的過程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添加人數官方下伏的WhatsApp 進行諮詢和購買 最後就交代一下去這裡的交通方面 只要由洛馬州過關 搭2號8號線 10號線 11號線 14號線 去到江夏北站7號出口 出到來之後 已經可以看到大廈了 上電梯去5樓A 人樹眼耳鼻喉就到了 記住不用去登記這一邊 直接在觀光電梯那邊上去就可以了 好 今集我陪Auntie上來 做這個聽力測試的任務就完成了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在留言問我們 今集到這裡 記得留言Like和Share 下集再見 拜拜 既然Auntie的耳朵沒什麼問題 一場上來深圳 當然是去吃點好東西 我們就特地坐車去萬象天地那邊 吃大閘蟹 聽說這間也算是深圳來說 算是比較出名的 在這裡吃 它就會幫你拆一隻蟹 幫你清除了不吃的部分 就吃得更加方便了 這個時候吃的大閘蟹膏 都算是很澎湃 我們每人都吃了一隻四兩 一隻三兩 賣單計算是一人二百元 計算服務來說也算是合理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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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結束 在這裏 下集結束 到 aliens 來! 得到的